我那時候在蔡英文總統上台之前 我是強烈堅持絕對反核的 用愛發電我也是生信不疑 何能發電就是萬惡 非常罪惡的事情 跟國民黨一樣罪惡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並沒有那麼痛恨民進黨 討厭民進黨 但是接下來2017年的8月15號 又來了一次的行 這次才是大條 因為我們知道說台大是傳統的森綠名校 許多的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都是台大出身的 我們的王前院長也是台大出身的 不曉得說您對於說 民進黨的這些政策跟做法 您滿意嗎 其實我應該說很失望 也很傷心 也很難過 因為我也參與過野百合學運 野百合學運的時候 我是第二年住院醫師 我還跟著大家一起進去過總統府 當時我也握過那時的總統李登輝先生的手 我們在更早之前 為了這個刑法一百條的抗爭 在台大醫學院其實大家都記憶猶新 我在大學七年的過程裡面 我記得最清楚是大學七年級的時候 我們有一位學 有兩位學弟 一位同學 只是因為穿了一件白色的T恤 上面寫著 學生會長要普選 大概就是這樣的意思 前後兩面寫 然後從台大的爺林大道的門口 走到這個當時的振興草坪 光是這樣來回走兩次 他們就要被記兩個大過兩個小過 留校查看 當時是要開除 可是在整個醫學系同仁同學的這些 大家連署簽名 希望學校能夠刀下留人的狀況下 終於最後這幾位同學跟學弟呢 沒有被三大過開除 而不是用記了兩大過兩小過留校查看 所以我們其實都走過那個對抗威權的那個時代 所以對於一路跟著他走過來的民進黨 我們其實是寄予厚望 也希望他好好做 這個也是第一次 陳水扁總統 我們投他 在那樣的一個局面下 成為總統 以及第二次 2016年蔡英文總統 我們投他 希望他能夠帶領台灣 向著這個更民主更自由 更能夠成為整個華人的自由民主法制的燈塔的這個方向 去邁進的 讓台灣能夠更好 所以在那個之前 其實有很多民進黨的口號 我是深信不疑的啦 包括了反核 這個我想大家可能也許在臉書上面看著我很多文章 我那時候在蔡英文總統上台之前 我是強烈堅持絕對反核的啦 用愛發電 我也是深信不疑啦 這個核能發電 就是萬惡啦 這是非常罪惡的事情 跟國民黨一樣罪惡啦 所以那個國民黨要搞核能發電 就鐵定是亂七八糟 一定有很多見不得人的事情 所以我們當然要反對 這個絕對會一害萬年 對這個整個台灣是造成這個森林塗炭 反正就是很糟糕就對了 反核基本上就跟反國民黨沒什麼兩樣啦 其實當時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也很簡單 我相信我身邊有很多人 想法也很簡單就是這樣 那是一個威權的象徵 那是一個威權的代表 就這麼簡單 然後呢 所以當然要反核啊 反核反到底啊 怎麼可以讓這個核能發電使用呢 然後2016年接下來呢 這個問題就開始慢慢出來了 我跟一般人一樣 其實我也沒有在管什麼核能不核能啦 無點就好啊 講那麼多對不對 沒事就好啦 可是畢竟我也算是知識分子 2017年初和平 這個花蓮的和平電廠 倒了一根電塔 結果竟然2017年 暑假是熱天一開始 政府就說 公務員你不能夠下午2點 1點半2點以後呢 大家上班呢 不能開冷氣 要揮旱上班 這事情就沒這麼丟了 對不對 這個公務員已經 已經蠻辛苦的啦 在做事啊這個 還要揮旱如雨的上班這個一定怪怪的 那時候其實我就覺得 那為什麼會這樣 難道這種事情不能夠遇見不能夠防止嗎 我們在醫院裡面 其實我在當過醫院的管理者 我們常常在碰到這些 有一些病人安全事件啊 或者說是對病人產生傷害的事情啊 或者發生一些狀況的時候 都會問 除了這個當事人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之外 其實都會檢討的是 我們整個系統上面 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一個國家 竟然一根電塔倒下去 結果全國公務員就不能夠 開冷氣上班 這事情一定有問題嘛 對不對 那難道不能防止嗎 難道不能避免嗎 我們發生任何會傷害病人的事件 也會問同樣的問題 難道不能防止嗎 難道不能預防嗎 不能預見嗎 我們先做什麼事情 是不是就可以不要發生了 然後因為這樣我就 才是引發了我對這些 相關能源的興趣啦 那當然 那個時候其實我也還沒有 那麼討厭民進黨 因為那個時候2017年 還有很多事情還沒有發生 包括後來大家都知道的卡管事件啊 包括後來大家都知道的東廠事件啊 這些其實都還沒發生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並沒有 那麼痛恨民進黨 討厭民進黨 但是這個接下來2017年的8月15號 大停電又來了一次的慘了 這次事情大條了 那大家就知道了 我當然就會問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我還記得很清楚 8月15號發生這個問題 那當場 當時 當天 這個忠友的董事長就出來講了一些話了 大家可以回去看看那時候的報紙 其實我聽到他講的這些評論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像不是這樣 如果真的是這樣那多危險啊 台灣的命脈 台灣的能源 攸關這麼多人安全 生命財產的這些事情 就這樣就給他停電了 那台灣不是太危險了 太脆弱了 所以我就花了很多力氣去做了一些 study 研究 那我有一個這個學弟 他其實操我幾屆 也姓王 一位王醫師 他就跟我說 是這樣這樣這樣 因為原因是這樣這樣 其實沒有你想像中這麼簡單 他有很多問題啊 只是大家沒有去深究而已 那其實就引發了我的興趣 在那個之前 坦白說我對能源也不怎麼關心啊 我就說有電就好嘛 對不對 管那麼多 可是從那個之後我就知道 我瞭解這些事情 攸關全國這麼重大的事情 那這個怎麼可以發生這樣的事情 如果一個醫院有一段時間 全醫院都沒有電 那就會死很多很多人了 那這個事情非常嚴重 那國家發生了幾個鐘頭都沒有電 輪流要停電 那這個也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事實上也造成很大的影響嘛 所以我就知道說這個事情 我就開始有興趣了 開始去研究 然後研究之後才會發現說 我們原來2017年初 通過了一個電業法 這個電業法裡面呢 第95條第一項 就明明白白白寫著 2025 所有的核能發電設施 全部都要停止使用 其實我真正開始對這個事情 觸發我的憤怒神經的話 是這條法律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黨外時代 在民進黨的這個還沒有執政的時代 其實已經聽過太久的核四公投 這件事情 那我們也對它深信不疑 核四有很多爭議 你們國民黨說要蓋 我們民進黨說不要蓋 但是這個事情大家都聽起來 各說各話 公說公有禮 婆說朋友禮 那所以民進黨的先進就提出 核四公投這樣的想法 那公投聽起來我覺得很吸引人啊 這是一個大家一起來決定 這件事情的一個做法嘛 意見實在很難一致的時候 總要有一個方法來解決問題 好 公投 結果我以為會有核四公投 結果沒想到我對政治也不那麼關心 可是2017年電業法修正之後 核四不用公投了 2025直接就給它廢掉了 2025就廢除了這個所有的核能發電設備 也不用公投了 核四也不用再談了 我就覺得不對了 我認為不對的原因很簡單 公投是一個程序 不應該以任何其他的這個立法 把這個程序就直接廢掉 何況核四公投還是民進黨 談了這麼久 至少20年 甚至於30年的一個口號 也吸引了我相信像我這一代的很多很多人 覺得台灣的事情 應該由台灣的人民自己來決定 我還記得很清楚 三十幾年前我剛剛念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最有最吸引我的口號 就是台灣人民自決啊 台灣的人民的命運 為什麼要別人來決定 當然是自己要來決定啊 那公投就是決定自己命運最好的一個方式嘛 對不對 那我們也參與過以前很多公投 可是就是都投不了啊 因為就是大家所謂的鳥籠公投啊 這怎麼投也人數也不到啊 對不對 這根本就不可能承愛 也沒辦法過關 所以就一直沒辦法做 終於有一天喊了核四公投 喊了30年的政黨你執政了 那你就應該趕快來辦核四公投啊 當時如何辦 我可能也會投反對票 就是不許核四蓋 可是程序上 你不能夠把這個公投 因為我執政了 因為我反核 所以公投就免得直接把它廢除 反正不用 不管不需要公投的程序 直接就廢除 我就不太高興了 因為我認為這是民主 就應該要尊重這個程序 不能夠因為我有權利的 我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對 所以因為我有權利的直接公投就免了 省了 直接就給他 用法律就把人民這個 本來有機會就這件事情去表達 何況這還是 這個執政黨已經喊了30年的事情 你有了權利你卻不做 可是卻用這個方法 間接的就把它廢除了 那當時 雖然當時還是反核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做法不對 應該要以一個真的要辦一個公投來處理 這樣一個已經困擾台灣這麼久的事情 那用這樣的法律直接做這樣事情 這個是我很誠實的說的話 應該就是開始討厭民進黨的開始 我覺得這件事情不對 不應該這樣做 好 那當然接下來就是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們 也和楊綠的公投 那包括那位王毅士 還有清大德李敏李教授 大概在2018年的6月來找我 因為他們那時候已經對這個 廢除電業法95條第一項 也就是所謂廢除2025非核家園的這個條文 聽起來有點拗口了 怎麼廢除非核家園 這個雙重否定實在是很難懂 但是不管了 總之他們來找我說 他們要推動這個 廢除這條法律的公投 然後希望我來支持 因為當時我已經 因為做了一些對能源的研究 已經我已經心裡面 其實我已經自己 慢慢沒有辦法 一直說服我自己說 核能台灣不需要 沒有核電台灣沒事 沒有核電也不會漲電價什麼 這些我已經隱隱約約知道 這個不太對 雖然我還沒有做過那麼大量的研究 寫那麼多的文字 可是我覺得這個不太通 所以他們來找我之後呢 我說好 我盡力而為 你們在前面推動公投 我就努力來寫文章 努力來研究 我盡量想辦法能夠來推動 來支持 所以才會有 2018年的六月開始 我就像個瘋子一樣 每天開始寫臉書 其實寫臉書寫到現在 我應該光是談能源的議題 我自己個人的推測啦 說不定有寫了將近一百萬字 可是後來我就發現說 我寫了這麼多 其實也有一個好處啦 就是後來要來這個 跟我意見不合要來踢館的人 我發現說他們所有的問題 我都已經知道了 我不需要太在意 但是總而言之呢 就從2018年的六月開始 我就寫了很多很多文章 那目的其實就是希望能夠 透過一些理性的說明 證據的呈現 讓大家知道說 能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台灣的能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王醫師啊 這邊啊 就是因為我有拜讀過你一篇文章 那我唸一下給我們觀眾聽 民進黨政府啊 在2016上台之後 那天天喊著2025非核家園 那從總統到立法委員 全部都說 2025非核之後 不但不會缺電 而且電費也不會漲 那甚至我們的前行政院長賴清德 也曾經在立法院表示說 不會因為非核家園而調漲電費 那在2016年當年 聽到這個口號的時候 您是認為說 能廢除這個罪惡的核能發電 既能夠不燒煤也不燒天然氣 只取用大自然就可以 源源不絕的供應電 那因為後來 您也曾經去思考過這個問題 您後來說自己是一個大傻瓜 但是您現在 今天清醒了 那可以跟我們觀眾說 您是怎麼樣的頓悟呢 其實這不是頓悟啦 是我在這個研究了這麼多 這個有關於能源的問題之後呢 其實看到了很清楚的事情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台灣呢 可能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們台灣地小人籌 兩千三百五十萬人 土地也就三萬六千平方公里 可是我們用的電 高居全世界非常前面的位置 你如果把那些非常小的國家區 排除的話 我們的每年發電 2018兩千七百五十億度 這樣的一個數字 在全世界是高達第十八名 十七名 每單萬平方公里發電量的話 我們幾乎是世界第一 那我們為什麼會用這麼多的電 那我們自己台灣不產能源 百分之九十八的能源都要靠進口 那我們為什麼要用這麼多的電 因為我們的工業 大量在用電 我們的住宅 我們的農漁業 我們的一般的服務業商業 其實用的量就那麼多 幾乎有成長可是非常少 但是工業用電 這個成長率非常驚人 我們現在工業用電 已經佔到我們全國用電的百分之五十五 五十六了 那工業用電哪邊在用電 我們的國家的資保 半導體在用電 可是大家知道 我半導體在2018年的這個出口 達一千億美金 三兆台幣 是我們國家這個 所有出口的幾乎三分之一 更多 對 那我們台灣能夠沒有半導體嗎 不可能 對不對 所以台灣要用這麼多的電 又沒有能源 可是又要用發這麼多的電 這是一個已經不爭的事實 已經沒有辦法避免的事實 那剩下的問題就是 那這麼多的電要怎麼來 那目前能夠用電 發電的方法 就那麼幾種 燒煤 燒油 燒天然氣 核能 風 太陽 我也很喜歡離岸風電 我也很喜歡這個風力發電 很喜歡這個太陽光電 對啊 它沒有污染啊 很好啊 可是呢 當我深入去研究之後就會發現 台灣是一個島國 我們四周環海 所以意思是沒有電 那誰會來救我們 沒有人會來救我們 我們得自己靠自己 那其他的國家呢 那我們比較一下我們 這個全世界工業發達的島國 有誰呢 英國 日本 韓國 這三個島國 沒有一個國家敢廢除核能發電 原因很簡單 因為核能發電 它非常穩定 它不需要向中東進口石油 不需要大量的煤 不需要從很遠的地方 運天然氣過來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核能發電 為什麼要在這個能源的這個配比 裡面一定要佔有一定的份量 是因為它來源最穩定 但是呢 核能發電 大家會有很多疑慮 我也了解 所以我也做了很多研究 去討論這些事情 那當然得到的結論很簡單 就是以台灣這樣一個四周環海的一個 獨立的電網來說的話呢 我們很喜歡太陽 可是太陽如果下山怎麼辦 我們也很喜歡風 可是沒有風怎麼辦 台灣的夏天就是沒有風 台灣的冬天風很大 可是台灣的冬天不缺電 我們的春節可能只需要用到夏天 尖峰用電的一半就夠了 七八月的用電 最尖峰用電可能用到四千萬千瓦 可是我們的春節只需要兩千萬千瓦 差這麼大 那冬天我不需要用電 你拼命發電 我要用電的這個夏天你都沒有風 這是台灣的天然環境 今天就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當蔡政府提出了這個2025非核家園的政策 然後說我們廢核沒有問題 不會缺電 這個電價也不會漲 可是呢 然後我們就應該學英國 應該學德國 人家英國這個離岸風電拼命發展 德國離岸風電發展得更多 你看他們多好 我們應該學他們 那我去研究以後就會發現說 我們根本不能學他們 德國它旁邊有至少九個鄰國 統統都有核電廠在旁邊 所以它 然後它的電網跟這些國家 全部連接在一起 有風我就自己發電 沒風我就跟你們買電 就這麼簡單 但是台灣四周寬海 那有風最好 那沒風怎麼辦 沒風只好燒煤 只好燒天然氣 燒更多的煤 燒更多的天然氣嗎 對不對 這就是大問題 對不對 所以我們因為這個天然環境的不一樣 我們根本沒辦法學德國 何況德國 因為採用了離岸風電 他們每一度電幾乎台幣十塊錢 我們現在才兩塊六 差四倍 我們台灣有這樣 像德國這樣的經濟實力 負擔得起一度十塊的電嗎 就算是一半五塊 也比我們現在多了一倍啊 對不對 那我們說要學英國 英國到現在為止 因為它是海島國家 它跟歐洲 雖然有好幾條 幾百萬千瓦的電路 高速公路連在一起 可是它的政策很簡單 在不要核能跟不要煤中間 他們選擇是不要煤 所以繼續保有核能發電 就算到了2035年 他們的核能發電 都還會超過百分之二十 日本 雖然經過了這個兩次 兩顆原子彈的爆炸 雖然經過了2011年311的地震 然後發生了輔導的核子事件 這污染跑出來 他們經過了2012年之後 2013年、2014年 這幾年 真的就完全都不使用核能發電 付出的代價是 他們會從出超國變成入超國 大家可以想像嗎 日本的東西竟然進口比出口還多 怎麼會這樣呢 日本不是日本或消全世界嗎 怎麼會進口比出口還多 因為他們進口了大量的天然氣 大量的石油、煤、能源 所以他們光買這些能源 就花了一兆美金以上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非常巨大的財務支出 因為他們就不使用核能發電 所以他們最後安倍晉山政府 毅然決然 即使是在兩顆原子彈 即使是在311的海嘯之下 還是決定重啟核能發電 到2018年已經有九座核能電廠 重新開始運作 一直到2020年 未來的這個兩年內 還會有六座繼續使用 他們的國家的核能 能源政策 就是到2030年 核能的佔比也要超過22% 韓國的文在寅政府 2017年的時候競選 競選的時候也是一樣說要廢核 所有正在建造的核電廠 統統不許 再見了 那麼已經有的核電廠 要把它統統關閉 2017年他也當選了 文在寅總統也當選了 當選了以後 馬上就發現 這樣的政策不行 所以呢 在2017年的12月 新的能源政策就出爐了 即使是韓國 即使是一個在競選的時候說要廢核的總統 在2017年的12月 當選之後的六個月 就提出了新的能源政策 韓國要繼續保有核能 只是把一些舊的小的核電廠關閉 那蓋的是又大又新又好的核電廠 繼續使用 核能的使用的佔比還是要到大約20% 到25% 所以呢 我們看看跟我們的處境相同的海島國家 日本 韓國 英國都是海島國家 都是四面環海 對不對 就算英國都還比我們好 它還有好幾條電網 可以跟挪威跟法國跟荷蘭連在一起 真的沒電還可以從那邊輸電 台灣什麼都沒有 四面什麼都沒有 對不對 有的只是對我們不見得友善的國家 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能源要能夠獨立 要能夠安全的讓大家不用擔心沒有電 不用擔心沒有這個機器動不了 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也因為這些研究 這些發現之後我就知道 這些離岸風電也好 太陽光電也好 其實不適合台灣 台灣其實不是一個 大家知道雖然陽光很多 可是並不是一個陽光資源非常充裕的地方 因為台灣有很多雲很多霧很多雨天 所以我們這個太陽光能夠發電 一年8760個小時裡面 真正能夠發電的時間大概只有14% 核能發電的時間大概90%到95% 所以這個你只要這樣看你就知道說 太陽光電不是不好 可是只有14%在用 擺了一個太陽光電板 有86%的時間都不能發電 所以它有它的用途 它的確我們可以鋪設相當數量的太陽光電板 然後呢 因為這個 因為我們就可以因為這些太陽光電板 在中午11點半到1點半 這個發電量最大的時候 因為這樣我們就不必多蓋一個電廠 來處理這個尖峰的用電 只有那個時候最熱 大家那個時候可能會用很多電 可是其他的時間沒有用那麼多的電的話 我們確實可以用太陽光電來做這一部分這樣的用途 可是蔡英文政府的想法不是這樣 是它要蓋2000萬千瓦的太陽光電 大家可能不知道這個數字有多可怕 2000萬千瓦的太陽光電要用掉幾乎一整個台北市的面積 不管這個面積來自於屋頂 還是來自於農地 還是濕地 會不會占掉黑面皮路的這個棲息地 會不會把人家的公墓拿去發電 通通不管 總之它需要2萬8千公頃 280平方公里 大概這麼大的一個面積 那台灣也不過才3萬6千公里 能夠拿這麼多的地方去鋪太陽光電板嗎 那這樣會把台灣變成另外一個世界第一 台灣的每平方公里的太陽光電板的數量是世界第一 太陽光電有沒有用 有用 那其實大部分都用在地廣人稀 你要為那個地廣人稀的地方蓋一個電廠 實在划不來 那這個時候就是大家自己靠太陽光自己解決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澳洲 或是這個中國大陸的那些新疆 或是西北地方 他們的陽光資源或是加州這些地方 他們的陽光資源相對充裕 他就可以這樣做 可是台灣其實寸土盛軍大家都很清楚 要把這些地通往拿來鋪太陽光電板這樣好嗎 何況我們真的製造了2千萬千瓦的太陽光電板的時候 20年以後這些太陽光電板效率就變差了 必須淘汰了 會製造出100萬噸的太陽光電板的垃圾 廢棄物 上面都有一些有毒的東西要好好的處理 否則就會污染整個大地 2千萬千瓦的太陽光電板100萬噸重 我們要放到哪裡去 怎麼辦 現在大家都還想不出一個好辦法 雖然現在政府有做 你每一的這個一定面1千瓦就要 我要抽你1千塊的這個基金 可是錢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對不對 這個我們到底要怎麼處理 台灣就這麼小 我們有辦法處理100萬噸的這樣的垃圾嗎 這樣的這個廢棄物嗎 污染要往哪裡去 所以對於離岸風電呢 英國 德國他們能做的我們不能學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夏天冬天都有風 冬天風更大 冬天更需要電 他們是在一個溫帶國家 所以他們冬天開暖氣 夏天不必開冷氣 所以他們的離岸風電對他們正好用 因為就是冬天風大 夏天風小 大概差一倍 可是台灣不是 我們是冬天風大 夏天風小 可是我們是夏天最需要電 因為我們在亞熱帶啊 對不對 大家都很清楚 夏天就是這個電最需要的地方 你卻沒有風 根本生不了電 夏冬天我們不需要這個 那麼多電的時候 你就拼命發電 然後還要給我很貴 有人問我說 你在幹嘛那麼討厭離岸風電 我說我不是討厭離岸風電 我是討厭昂貴的離岸風電 今天如果離岸風電 一度電3塊錢 我雙所贊成啊 可是問題現在不是這樣啊 對不對 現在是一度5塊6塊啊 對不對 那這個就很可怕 我並不討厭離岸風電 我討厭的是昂貴的離岸風電 我們台灣用這個 2018年到2019年 全世界最貴的價錢 去跟廠商簽約 用各種行政協助的方法 讓它簽約 這個我認為是很不好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只要等幾年 奇怪了為什麼一定要2025 不能2028嗎 不能2030嗎 對不對 有什麼道理一定要2025 那讓這個核能 現在就在用啊 核一核二核三 核一核剛剛這個停役 剛剛停下來 現在核二廠核三廠的核能發電 繼續再用啊 再用幾年不行嗎 其實當然都可以 大家常常 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 比利時跟瑞士這兩個國家 都有核電廠 瑞士有五座核電廠 對瑞士的核電佔的比率 將近50%很高 這些國家其實並不比台灣大 他們也有很多核電廠 他們也說要廢核 可是說來說去 其實始終都沒有廢核 因為他們很務實 因為如果廢核 要得到的代價是要燒更多的煤 要燒更多的天然氣 他們更不願意去負擔這個狀況 所以其實我也說過一句名言啊 我自己覺得是名言啊 其實我沒那麼喜歡核電 我沒那麼崇拜核能 可是台灣需要核能 我們是一個很務實的想法 現在既然都在用電了 那我們為什麼不能繼續 讓這些核能發電繼續用下去 這個我相信也是我在推動 去年2018年的 以核氧綠的公投的時候 我認為一個比較務實 能夠反映這個台灣現在的需求的 我們為什麼要為了買電 因為廢核就要多付兩兆的電費 兩兆喔 不是兩億喔 是兩兆的電費 為了買離岸風電 又要多付兩兆的電費 又要買離岸太陽光電 又要付一兆的這個電費 所以光為了再生能源的太陽光電 離岸風電 以及廢核的這三件事情 台灣人民就要在2025年之後 多付五兆的電費 五兆欸 大家要買單 再說你們 我們前面的導播沒有入境 是年輕人 我隔壁的這個筆邊也是年輕人 20年 你們未來的20年 2025之後的20年 每年要多付2500億的電費 把這個電費拿去發展 我們現在正要做的這個電子商務 對不對 新的這個媒體的科技 5G 物聯網 智慧醫療 智慧的這些什麼生物科技 不好嗎 把2500億拿去買電 就拿去買電 買電在我們台灣就會經濟發展 往前邁進一大步嗎 不會吧 電只不過是所有經濟發展的 這個能源動力最基本的事情而已啊 對不對 你有電 有電就世界第一了嗎 沒有啊 找得很啊 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努力啊 為什麼不把這些錢拿去 真正投注在這個 可以讓台灣真的進步 可以領先別人的地方呢 而要把這些電來去買電 這個是我覺得 我最不能夠接受的 台灣現在呢 大家都知道 高齡人口越來越多 小孩子越來越少 像我這一代的人 50歲以上的人 我們都很煩惱 很煩惱自己老的話怎麼辦 未來的台灣會變成怎樣 小孩子到底他們這個 接下來的這個命運是什麼 那我一想到這個 未來的20年 每年要多花2500億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憂心忡忡 因為我們有台灣 有太多的地方需要錢了 台灣有太多地方 應該要努力往前追 不要再 應該要更進步 這個我們的資源就這麼多 當把這些錢 每年就花2500億 連花20年 再拿去買電上面 那我們還有那麼多力氣去發展5G嗎 還有那麼多人可以投資 做其他的事情嗎 那這些錢 就算不是由70%的 一般老百姓來出 那另外三成 這些錢全部都由企業來出 企業的競爭力怎麼辦 台灣的東西賣得出去嗎 光電費就比別人貴三成 怎麼辦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對於這個能源的問題呢 的關心 還有對於民進黨的討厭呢 其實是都是從這邊來的 這一個錯誤的政策 你沒有辦法好好的討論 那我看到的事情很簡單 對不對 2016年呢 民進黨一上台 就把一本2015年 經濟部能源局出版的書 叫做 電從哪裡來 就下架了 不見了 然後2018年 我在寫文章 那時候我還組了一個 和氏紅糧訪問團 想要讓年輕男女 去借著參訪和氏的機會 順便做一做我愛紅糧 大家有機會 能夠認識交往 可是呢 光是把這個活動辦出來 和氏就停止參觀 再也不能去了 當初的E-mail我都還留下來 那把和氏封起來 不許別人看 那個時候我就更清楚 我講的 我希望能夠做到的是對的 只有不喜歡真相 讓別人知道的人才會害怕 才會掩蓋真相嘛 才會把大門封起來嘛 否則現在如果你真的覺得 和氏有什麼問題 那就把門打開 對不對 請原能會的這個主委 或者說是這個和氏的專家 請他到和氏廠 當場告訴我們哪裡做得不好 什麼拼裝車啦 寶特瓶啦 亂七八糟的地方 OK啊 當場秀給大家看嘛 不是這樣嗎 我很願意去直播 包括可能這個 我們今天的直播主也看過的我的文章 就是和氏的這個前廠長王伯輝先生 我請他談過好幾次 他說他很願意當導遊啊 沒關係啊 這個任何人如果把門打開 直接來討論 你跟我說哪裡和氏不對 那我們就直接來辯論來討論 把真相呈現給國人看 這是一個台灣已經投資了3000億的一個重要建設 我去看過 所以我心裡面也是特別難過 因為我完全可以理解 那麼多的工程師 超過1000位以上的工程師 日以繼夜 在那邊奮鬥了十幾年 終於蓋好的一個核電廠 花了3000億 然後呢 被講得一文不值 非常罪惡 好像用了這個東西 就是會禍國殃民一樣 這個其實心情非常痛苦 我自己去看過 我也問過他們很多問題 我也提出過非常多的質疑挑戰 我都得到了 讓我覺得安心的回答 所以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跟大家說 其實大家真的不用擔心 但是我認為這個狀況應該越來越多人理解了 台灣在現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我們繼續使用核能發電 就好像瑞士 好像比利時一樣 讓老的一個40年的電廠可以用50年 甚至於60年 比利時 比利時 瑞士他們從1970幾年代 就已經在用核電廠了 現在還在用啊 已經50年 像60年賣進啊 對不對 那台灣這樣做有什麼問題 我們核電廠蓋得比較不好嗎 沒有啊 一樣好啊 已經用了這麼久了 為什麼 時間到了 昨天還能發電 今天就不許他發電了 這有什麼道理嗎 對不對 那台灣明明 大家可能不清楚 我們現在一度電兩塊六 其實為什麼可以兩塊六這麼便宜 是因為裡面 因為核能電 核能的發電 一度現在只要不到一塊錢 所以 所以他才能夠跟 一度要三塊多的天然氣發電 甚至於五六塊的風力發電 跟太陽光電 加在一起平均的結果 才會等於一度兩塊六 所以如果以後沒有這個一度 不到一毛的核能發電 這電費就會開始狂漲 經濟部都已經說了 2025年的這個電費 會比現在漲三成三 其實我認為這是低估啦 以後的電費 一度會超過差不多三塊半 那將軍就差不多漲了五成了 這非常可怕 可是2025年 現在在任的 我相信所有的人 包括總統都已經換人了 到時候 誰來為這樣的一個困局 誰來為這樣的一個 沉重的損失負擔責任呢 如果是一個人的損失負擔責任呢 這裡根本就不用把他們的損失負 變成了 現在還是不在一圓 走 我相信 你怎麼可以 要自你 爐 走 稍 jan